Hello大家好我是Aura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另外六款面霜 那老样子先从我最喜欢的这款开始 今天先推荐这款是资深堂的技能感应面霜 这款面霜呢又俗穿红腰子面霜 特别适合冬天使用 它可以预防出老肌肤 然后又可以抗氧保湿 打开来呢里面是有种那种粉粉嫩嫩的颜色 你看是粉色系的这样子 它闻上去呢挺香的 不是那种特别清爽的水果香 而是像有种那种香水味道的香 然后有点粉粉嫩嫩的质地有点偏厚 这一款呢还有另外一个是这种褶梨状的 比较适合夏季使用 这款就比较偏厚一点点 它不会像我前两天推荐的那种水乳状 那么好容易推开 因为质地来说相对于来说会比较厚一点 下面介绍这款呢是雅诗兰带他们家的红腰子晚霜 同款系列还有红腰子日霜 不过我已经用完了 这款呢他们主打是支持肌肤的自我排度 可以让你的肌肤告别暗沉 还有去黄提起到一个提亮的功效 但这个效果呢我没有深切感受到 我就是完全当它是一款普通面霜在用 因为我的肌肤本身就是有点就是这种白白的 没有而且最近休息在家 所以没有没有那种特别暗沉或者是泛黄的情况发生 所以我没有觉得它去黄提亮功效有特别好 只是我很喜欢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呢冬天用非常好 它的颜色呢是有种这种黄黄的淡黄色的 然后质地来质地相对来说跟前两天我介绍那种水乳状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厚适合冬季使用 再拿一点给你们看我总觉得刚涂的不够厚 看也是非常好推开的冬天来说它的保湿效果特别特别棒 那夏天用的话可能就比较厚一点了 痕迹又在那个门口喊我了 新镜子 哎 哎 下面第三款我要介绍的是 我妈妈从国内给我买的 这个呢在大人发有卖哦 就是属于夏季用比较合适的 因为它非常非常稀薄 这款呢是香仪本草他们家的新镜自然保湿乳 我特别喜欢香仪本草的 我特别喜欢香仪本草他们家的产品 大概从12年前左右开始我就有用他们家的产品 一开始接触的是他们家 好了我好懂啊 OK 锁了给好吗 好吗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给它门了 给它门了 拆光光了 OK 我们 它脸晒黑了 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这个呢是香仪本草他们家的 我大概12年前左右就开始一直用他们家的产品 那个时候非常非常喜欢的是他们家一款面膜 像那种海藻泥一样的 就糊完整脸过15分钟它就洗掉 超级喜欢 因为每次用完呢就感觉能挤出很多黑色跟油脂 那这款呢是他们家保湿乳夏季用非常好 因为它非常非常薄 味道呢也非常好闻 它因为里面含有了天然连心成分 所以如果是喜欢那种很清爽的或者是带有连心成分的朋友们 其实可以试一下 然后大人发经常会有一些套装嘛 它可能会单买 也可能就是会有洗面奶啊 爽肤水啊 包括这个乳液是一起的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它视频 你看这个就很好 跟我前两天介绍的那个Kate Summerwell 他们家那款羊奶霜 相比你看它这个包装就很好 因为它是这种水状 就是很稀薄的 所以它就算你带出去啊 或者是带出去啊 或者是洗完脸啊 什么用的时候 它都不会撒到处都是 哎呀 滴下来了 很近 你看 你看涂在手上 瞬间就吸收了 特别特别 哎呀别动 特别特别好用 我觉得夏天用它真的是非常好 下面介绍呢 是这款是科研式的高保湿乳液 它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家还有那种高保湿面霜嘛 是像这种包装的 这个是之后要介绍的 那这种高保湿乳液呢 它的质地就是比较薄一点 这款呢 适合于敏感肌和干皮 可以帮助肌肤保湿跟锁住水分 但是我用了大概十次吧 十次里面有两次 不知道是因为我肌肤状况问题 还是因为我用这款有点敏感 就是我的脸会有点刺痛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每天呢 就是脸部是用其他的面霜 可是我是用这一款用做颈部 因为我不想浪费嘛 所以我都是用来涂脖子的 感觉可以用好久 这么一大罐250毫升 它打开呢 质地是这样的 这款的质地呢 也是属于厚跟薄中间 不是特别厚的像水乳状 但是也不是属于那种高状特别薄的那种 它是白色的 然后它的味道很清新 你看 就属于刚刚好 换季的时候用也比较好 超快就吸收了 所以这款呢 我是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呢 其实可以去专柜试用一下 看一下你的肌肤是不是适合用它 是不是会像我一样用了会比较有点刺激的 就小小刺痛的感觉 如果有的话就不建议买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它的锁水功效其实真的是还不错 下面要介绍这款呢 是韩国品牌贝尔默的面霜 它是一款专业药妆品牌 它们家产品的主打成分呢 是含有消炎舒缓抗敏感的成分 它是针对痘肌和干性敏感皮 另外呢 它没有添加任何的矿物油香精 可以对肌肤起到一个保湿修复的作用 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一款 我用它的第一天我就后悔我买它了 因为我买它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太在意这些细节 我在专柜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嗯这个牌子我没有试过 所以我就买了嘛 而那时候是打八五折买的 但是我回到家 我一打开我觉得 哇怎么那么厚 它的味道呢是香香的 但是它的质地太厚了 它是我现在用到所有面霜中 算是非常非常厚的了 我涂在脸上我会觉得 我的肌肤呼吸不了 就算冬天用也是这样 给你们看哦 它就是一抹 这样就是一大坨 超厚的 我现在每天呢 就是用来涂颈部 就是颈部的东西 我就是换着涂 特别是很多 我自己不喜欢的产品 用到后面呢 我就是用来涂颈部了 脸部都是涂自己喜欢的产品 吸收到是非常快 但是我真的觉得涂脸 我不太喜欢 个人喜欢因为我是属于混合肌的 所以这两边特别干 然后T字部位比较出油 如果是属于干性敏感肌 干性皮肤 包括经常出痘痘敏感肌的话 其实可以试一下它们的 因为主打是 因为它们家主打是 起到一个消炎的作用嘛 最后呢要介绍这款 小小一支 是德美乐 德美乐家 它们家的水晴保湿霜 这款呢很小 它是之前我买其他套装的时候 它放在里面的 所以这款只有22毫升 但是官网 Sephora官网上呢 它们家有卖50毫升 跟100毫升的 让我看一下价格 50毫升就是59加币 100毫升的是92加币 它这个呢很好鞋 但你看像牙膏一样 就算大家去旅行的话 也特别方便 它们家产品主打就是 不含任何防腐剂 打开呢 也是那种比较稀的质地 我用这一款的时候 我的肌肤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 非常稳定的状态 没有觉得任何刺激 或不舒服的情况 你看它们家这个 就很好推开 超滑的用在手上 春夏季用非常非常适合 保湿力度就是完全是够的 这个就是我们家亨吉的杰作 就完全暖了 好了亨吉啊 不要动妈妈 好了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谢谢你们喜欢 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推荐 这六款我用过的产品 那我个人其实到后面 就是我个人不会再 回购这一款韩国品牌 那其他的 像这个香衣本草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好了好了亨吉 say goodbye 来来来 跟大家拜拜 拜拜我的港的啊 好会收 拜拜 那会收 拜拜 哎呦呦 哎会收 好了 蛮不能不想 拜拜 拜拜